另一方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也证实 载有2200多人的邮轮威视特丹号 被五个国家和地区拒绝靠岸之后 曾经要求停靠在五国的港口 不过政府还没有回应 这艘邮轮就已经获得柬埔寨政府批准博案 威视特丹号在2月1号从香港起航 最终占原定是日本 由于船上一度传出有几十人发烧 日本 台湾 关岛 菲律宾和泰国 先后拒绝让威视特丹号停靠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今早到巴胜西港巡视邮轮码头后 向媒体证实 威视特丹号曾经要求在大马停靠 陆兆福强调 我国不会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而禁止游客来马观光或暂停旅游业 而是会确保机场 海港码头 严谨检查每一位入境者 陆兆福强调 通过游轮入境我国的游客会经过多层检查 除了游轮自设的检查系统 游客下船后 码头还有监测体温的仪器 他指出 自从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后 政府严格筛解每一名入境者 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身体不适的外国人获准入境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